各位观众 想重温节目内容 请按这个钟 订阅工联热话Youtube频道 各位观众 工联热话新一辑 又和大家见面了 明天就是工联会 38日代表大会召开的日子 我们在今次的代表大会里 有一个主题是什么呢 是叫新时代新工运 里面要强调九个字 撑劳工为基层增工义 今天在这个节目请提 我们副理长佟一耀 副理长陈登玥 先去讲一下背景才行 因为很多人都问 新时代新工运 什么叫新时代呢 其实我们觉得有一个很大的背景 就是更加有利于我们工人的发展 就是随着我们说中央 对香港里面的一个制定了港区国安法 第二就是完善了选举制度 就实现了能够止暴制乱 和堵塞漏洞 去完善香港整个制度之后 韩正副总理在北京接见我们的 全国政业委员的时候都提出 下一步要着力去解决香港很大的经济 和民生问题 特别提到两件事 一个就是贫富差距 第二个就是逢屋问题 这个就是我们工联会长期想说的 我们要争取什么呢 就是叫落业安居 很多市民很简单 就是要有份的工 就是养家活儿的工 收入另一个就是要有地方住 好像这样越住越小 纳米楼百多尺 几百万的那些很不合理的 这个就是 正正就是说 香港过一段时间出了很多的问题 现在就解决了问题 就是希望重新出发 重新出发的时候 这个正正就是中央对特区政府有的要求 如何去花大力去解决这些问题 另一个就是 特区政府以前都经常说的 在立法会里面经常被人拉布 痰瘟运作 想做都做不到 现在中央都出了手 将老股 就没什么可能 再是一种恶意的拉布 痰瘟了 没了这个问题的时候 更加有利于行政主导 特区政府的政策的推动 所以我们说这个是大的背景 就是新时代 就是说香港会转入到另外一个阶段 就是如何去解决我们过去长期的时间 因为由以前的政治纷争 政治的斗争 消耗了无谓的时间和精力 现在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了 下一步要解决什么问题呢 就是经济民生的问题 是讲建设 所以我们工联会说 新工运更加要从积极的角度 如何去建设香港 为我们的打工制去谋更多的幸福 这个就是什么叫新时代新工运呢 我们也觉得在新的环境里面 应该是说香港我们搞工会里面 就跟以前不同了 应该是说 以前有很多事情就是想做做不到 现在应该是说 会空间比以前是大很多的 所以这个话题里面 那是要做很多事情的 今天要重点说的 就是起码新工会 就是说我们讲的一行有很多的变化 第二个也很重要的 就是职业培训 也很重要的 好我们先讲讲 唐兄 那段时间 你都参与很多的维权工作 帮很多打工仔出头的时候 明显都会感觉受到 现在那段时间都出现很多的 新的行业 是不是 新的 崗位 出了来的 譬如以前有外卖 也有 不久也有 但现在不是外卖 而是变成一个大的行业 是吧 很专业的 是的 譬如很多自由工作者 出现的时候 政府很多事情都不包括他 很多权益 就是你都 雅雨都出卖了 就是帮自由工作者争取的时候 这个就是 咦 可能这批人里面 新的行业出现 没有工会的支持的时候 刚才是否要设立工会 我们去讲一下那个情况 好啊 其实最主要 政府有关部门 其实他们真的要 不要那么离地 听听工会的意见 还有听听市民的意见 因为 好像在那个疫情期间 在那个补就业计划那里 其实现在新兴很多行业 你都说了 刚才你都说了 譬如送外卖 是的 有一些自由工作者 包括那些服务性行业 有很多是 已经是转为自由工作者 因为他是有被迫的 有志愿的 但是在补就业计划那里 政府其实他完全是忽视了这里 尤其那个抗疫基金 有些资助 尤其这一班人 是很大班人 他完全是没有资助的 那么这个政府是 就是他应该是要看策民情 他应该是要贴地去听市民讲 听工会讲 但是很可惜就 一路争取 到现在来讲 都是零的 那个资助都是零的 就是到现在都是没有的 所以在这些情况 刚才李市长所说的 那么现在 新时代 新公运 是的 如果是新的话 首先 政府真的要配合我们的改革 因为我们是为民请命 帮工友去争取 但是政府你也要听一听 不要 我不懂 我当不知道 我看不到 我又听不到 我又不落地看 这样的话 你是帮助不了一些市民的 因为那个转变 政府是要有触觉的 首先去改变的时候 应该是政府提出的 我们就算他不提出 我们工会提出的时候 政府是不是在法例上没有的时候 他是不是要看下 怎么样去通过一些法例 去保障一些从业员 因为他们都是工作者来的 你不要理他是自顾好 是怎么样也好 没理由一些保障都没有 有很多做完事是拿不到钱的 那这个是哪个数目 政府是有责任去监察的 所以我希望在新的开始的时候 我想在议会里面 议员都要帮忙去争取一下 这些在职的人士 因为他都是在职人士 还有在工资压诈方面是很厉害的 因为他好看现在那些 就是他又不属于雇员雇主的关系 那譬如我去做这份工 那他就好看你现在究竟人手多不多 人多他就压价了 就是资方他会给少些钱 大家合作而已 是不是 如果人少的时候 可能人工会高一点 那变了来说 现在在失业率这么高 20多万人失业 很多行业就一窝蜂的涌下去 那其实已经是贫穷了 我们经常都说要改善在职贫穷 改善就业的情况 那现在来说 真的做工的都是贫穷的 上班都是贫穷的 那这一件事是很不公道的 希望真是拿这么高薪金的那些 有关部门的那些 就是局长好 你们真是贴贴地气 了解一下 否则的话 市民真的很失望 对政府是很失望的 所以邓尔雷康 你也有点同感 我觉得应该是说中央是发达的 解香港问题 我觉得中央做任何事都是 不会一下子就算了 一定要解决到问题 就是中央下决心的解决问题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 为我们拓展新的公运 东风来到的 最重要的问题 就是将来我们说 最后都留意到 叫做原先公运的 爱国是自港 爱国是什么 除了爱国的基本之外 还要有能力 有几个特色 你要政治担当 还要能力 还要接到地气 我估计将来新一届的特首班子里面 一定要有那个要求 不过我经常觉得 官员怎样做得好 都不靠我们工会这么接地气 对不对 这个我们肯定是工会的优势 我们工会给官员 可能我们没有去到IQ那么高 没有那么厉害 但是我们长期在前线 应该是最了解基层的情况 我们怎样将基层的情况 能够反映到公有的诉求 还要反映一些具体的意见和建议 就是我们才知道 哪些是骗我们公有的 最怕的是 他打算给别人的物堂 分成我们公有的披霜 有时候这些是 可以分成帮到忙 另一个是还有的 你说得对 我们议会里面 我们将来的劳工界立会议员 还要监督政府去落实才行 你提完之后 你要去做 这个就是 很多功夫去做 不过前提就说 我觉得也有一个大问题 是 有很多新的行业出现 我们比资格公职者里面 最大问题是没有组织起来 是啊 坦白说 同一线你还会熟一点 虽然我说过做理事长 但是有很多不同的行业 还有我们资格公职者里面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意见 是不是有些工会 他组织起来的时候 是 才能够去 10个人 可能九州的建制 怎样能够形成共识呢 就开政府去反映一下 应该等于我们制造行业 都有准备成立一些工会 反映一些意见 是的 我们都打算去成立一些新的工会 因为 始终我们那里都是传统的制造业 其实现在都升级转型了 那究竟怎样去应对 现在的新的局面呢 特别是14.5区下落了来 香港是做一个创科中心 我想创科中心有两个含义了 一个就是将旧有的工业 怎样升级转型 因为现在讲的是工业4.0 工业4.0里面包括什么 人工智能 云端 大数据 还有这个AI智能 那如果这四样东西都是 在这里的时候 就是我们怎样要去做好这一样东西 那做这一样东西 根据我们的经验 现在跟很多业界人沟通过 其实转型不重要的 就是不紧张的 其实这个培训才重要 因为你只是一个工种 转去另一个工种而已 所以其实现在下来 为对应对新的局面 职业培训和职业教育 是相当重要的一环 是的 除了职业培训之外 就是讲讲一些工活 可能我们讲讲要发挂科中心 另外一个就是 有个基层里面的服务 或者个人服务里面 其实都是新的公众 最近也看到送外卖之外 是 譬如说很多的健身教练 是不是 很多的导师 很多的新的工作 所以原来发觉 这次保住的话 你才发觉 原来很多呢 是真的 哇 原来很多不同的新的东西 特别多了出来 所以我刚才所讲 有些是被逼的 是 有些是自愿式的 被逼的那些是怎样呢 就是说在现在那个环境 你知道从黑暴到疫情 就是横跨了两年 有些僱主在大家商量的情况 在无薪假都出现的 那无薪假 那你上班有 不上班没有 那久而久之呢 他将那个月薪 就变为什么呢 变为日薪了 嗯 那现在还有呢 就是说 啊 原来有大批失业大军 嗯 那再将它拆 嗯 时薪 嗯 那 我每个小时 现在我不可以一天 给你这么多钱 现在每个小时是多少钱 又减了 那另外有一批新人 就是这样去做 嗯 那现在最惨的是一帮什么呢 一帮就是比较上年纪大的那些 就是超过六十岁以上的那些呢 之前他们还有一份工 例如是政府外判那些清洁工 嗯 去到偏远一点的地方去做事 一年多大 那现在呢 他们就被淘汰了 嗯 他们就被那些七十多岁 甚至八十岁那些 外判的 那去代替了他们 那七十多八十岁的那些呢 人工又低了 嗯 那现在这批六十多岁的那些呢 又出来做呢 又加入去送外卖啊 或者单栋式那些康奸 但是呢 那个竞争又不够那些年轻人抢了 是 因为现在那些 几十万人失业了嘛 那所以这个是被逼 是被逼的 所以 自由工作者他分 比如有些专业的那些 我不是很喜欢被人绑住 我 我喜欢自己的工作 那我可能有两份工 甚至乎三份工 我是做专业的设计 或者是做专业的一些东西 所以不同的大家的雇主 但是又没有劳资关系的 对啊 这个就是刚才说的 我们成立了新公会之后呢 还有很多解决的问题的 就是一方面呢 我们要创造平台 现在我们也想过了 譬如是政府要大头取消外判 取消一些合约 就是一个政府部门里面有很多工种的嘛 今天政府要大头做起才行 就是应该长约去请的 对啊 另一个就是 自由工作者里面有些说 这次很多得不到保障的话 会不会我们都鼓励了 政府可不可以帮一些自由工作者里面 去代工和强积金 都鼓励他加入那个平台的时候 都证明自己自己照顾的时候 将来有些什么的东西都能够有个保障 而不然呢 就现金交易有什么事的时候 很多都保障不了的 对不对 这个就是说我们还要有很多的配套 不过可能将来自由工作者都要想一下 就是没有想着呢 自由呢 还有些代价 所以我们都希望做一件事 应该都要 都要去确认一下自己这种的 没错 自由工作者那种的 权益 权益 这个地位 这个就是终于要去做 另一个就是 刚才说的很重要的就是 社会工的职业培训 是 职业培训里面 很多人以前就有一个概念 基层培训 其实我觉得现在不是的 就算那些的专门也要培训 譬如大学出来 你做事 以前的大学里面是越来越专业的 但出来做事有很多技能的 譬如你IT 我记得我以前读文科技 可能对IT 应用的科技不熟的 是不是也有些培训 譬如人制沟通技巧有很多东西 可能都要培训 读理科那些 可能人制沟通技巧有很多东西 可能都要学习很多东西 这些就是 除了我们说 很多失业的工友要接受培训 转业的要接受培训 转业的要接受培训 可能将来的 就要高层一点的 不可以高层一点的 就是有些高学力的 可能都要接受培训 才适应整个社会 因为社会变化得太大 譬如好像医生这样 医生读完医科出来 他都要经过培训 为什么呢 他要做医美 他要做医学美容 那医生不会理容 他就要重新学美容 一样 所以培训是最重要的 其实是真的很重要的 李书长这次疫情下面 特别看到 如果我们说去年年底的数字 24万 就是他未出生的26万 24万的失业人士 有10万人报读了 这个再培训的课程 所以其实你看到 这个藏富于民的概念 其实我想作为一个政府 首先一定要建立这一件事 就是我培训不是说 让你即时看到有什么效用 但是你将那个人能够多 就是刚才说 那个自由工作者 是多元化的 他未必打死一份工 那他一定要有 有相当的一些技能 在手上 他才方便去找工作 所以呢 其实在职业培训里面 就是我觉得这一件事 是要怎么去提升一个高度 就令到大家去接受这一件事 尤其是我们一直在说 是终身学习 那终身学习 你用什么形式去体验这一件事 那你就通过这一件事去做好它 所以今次这个疫情 给出来一个最大的反思就是 究竟你政府是不是真的 就是这么着急这一件事 因为我们在再培训的过程 沟通过程里面 其实我们觉得 是再培训的单方面去做这个工作 在后面政府呢 其实就不是说很大力去支援这一件事 所以下来呢 这一件事一定是 我觉得是需要去做好这个这样的工作 尤其是呢 培训呢 还要跟受业挂勾 没错 现在我们也在说 现在譬如在陆公署呢 因为我们也会去探讨一下 它有二万多份空缺 二十六万失业人士 为什么这二万多个空缺 就是不能全部被拼呢 这个其实是值得深思的 最奇怪的是 刚才一件事 李摄像说得好 你作为政府 就是要担当的 你政府里面呢 有中高龄计划 有清建展翅 有先聘请后培训的 种种的制度在那里 那你为什么不是去 从这一方面去想 既然你政府是要给钱出来 为什么你不可以 就是给钱去支援 这些这样的计划 去招聘人呢 那你其实这个 这个已经是一个 就是很好的一个例子 所以你将培训 和就业呢 一定要挂钩 那尤其是应用回内地呢 精准 嗯 我觉得这个精准是非常到位的 嗯 就是现在我们就是好像呢 在石头 在大海里呢 总之你抓到救生圈 就是救生圈 就是我觉得你一定要做得到 它怎么去精准对接这一件事 嗯 尤其今天我们呢 出席了一个 资力架构的一个典礼 嗯 其实呢 资力架构呢 是另一个东西呢 就是我想现在是开始 就是我自己有一个感受就是 它从学历呢 现在慢慢移回 去一个资力水平的一个形成 嗯 那如果你的各行 还有呢 有很多大公司呢 都是在行资力架构 政府部门呢 以往我们都说 喂 你政府是不是自己带头 你先用资力架构吧 没错 是吧 那现在呢 有十几个政府部门呢 就开始去做 推这个资力架构 等了十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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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成立了二十几年了 资力架构都 是的 所以我觉得呢 因为它这些培训呢 就各式各样摆在那里 嗯 所以呢 我觉得呢 未来新一 就是新的开始的时候呢 我们怎样能够真是 抓住这些这样的东西呢 我们一定要要求政府呢 就是做好这些这样的培训 是吧 是 怎样跟一个就业掛上钩 是 是 我觉得相当好的 因为 我们明天才开对比达会 我们怎样讲那么多呢 现在好像 未来方面都讲得那么清楚呢 其实我第一都未必知道 我认为我们开对比达会呢 之前我们有很多的咨询 是 各个各个各个各页的咨询 都听了各方面的意见 是 可能大家逐步有些 共识那种的思路 是 就是再培训呢 有一个在职业培训里面 有一个很重要的 这个有一个方向 我想这个就是逐步有共识的时候 要对比达会 通过这个决定的话 工作报告的话 就是未来的工作的方向 刚才竟然说得非常好 但是我觉得有一样东西 我们都要留意的就是 就是 知力架构 在里面 起码要第一种东西 真的职业课程 就没有变成 好像又搞了一些学术化 就是说 我经常说 职业培训呢 要特殊职业 就是什么 就不是考试 我觉得最重要呢 就是技巧 技力 技术水平 实际的工作能力 不是 不是 拿一支筆做得好 整个扎锅 是那些菜 做得好吗 的问题 所以这个可能要 要突出这种东西 另外就是 政府就要承认这种东西 这个关键就是 我们工会 未来的参与度 就要更加大些 还有呢 我们在具体培训 我们工会是有个好处的 就是熟悉行业 我们很多工会 工会里面 就找到很多行业里面 未必读书 读得很厉害 但是呢 我们说 不是文藏元 是没有藏元 是很厉害的技巧 这个我们也要说 就是说的 无论是文也好 武也好 那个要得到社会 同一个的尊重 这个是一个 很重要 哎呀 说一下 这个时间又 差不多 这个是未来里面 但都有共识的 职业培训是非常之重要 我想我们潮传未来 职业培训里面呢 既是能够帮到工友 可能也是我们那个 未来里面呢 重点的一个工作 我想我们工联会 我们有一个职业中心的嘛 是 我们起码 一方面要求政府做之外 我们要加强一下 我们这方面的服务 能够开办更加多的课程 是能够贴到地的 学完了之后 去上班 即时又下到 叫什么 又可以 即时可以做到东西的 最怕那些呢 做些培训 去到职场的时候呢 可能觉得 已经学和做差很远了 这个就 是啊 所以要实在一点 那个技能那方面 就不是在 我们那时候经常都说 不能够众民兴武 是啊 大家要取得平衡 是啊 是啊 我们三个呢 都是我们工联会 工人俱乐部管理委会的成员 这个培训是我们的重任 我们一起努力 好 在这方面 就是培训方面 能够做更多的事 好吗 好 好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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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